字幕提供 焦点视频 吴佩夫《元旗朔2》的时间 容歌幕见到吴佩夫师傅 大家好 今天我们录影这个时间 就是2023年 新年快乐 1月6日 1月6日就近1月8日 大家都知道 1月8日 有人紧张得好像开鬼门关 是的 你知道吗 尿片都抢了吗 我妈 她昨天 突然打给我 跟我说 你两个小朋友 但有一个还要用尿片 她说 要买尿片 我说 买尿片 家里有 她说 不是啊 要抢的了 我说 抢? 为何要抢尿片呢 抢成人而已 不是啊 你知不知道她说 北面啊 香港北面的一些药房 真的小朋友的尿片都开始出 不好意思的 因为怕这种菌呢 是说 就是这样说 怕这种菌呢 就会变种 是已经变了 接着呢 就带下来 接着呢 就令到大家呢 大小二便失禁 这么夸张 这样的 所以她就说 喂 小 就是BB的尿片 你都要买定 这样 所以大家都知道 在说什么了 就是1月8日的大日子 就不是我们的活动 是说这个通关 这样 所以大家都很担心了 今集特别 真的请教师傅你了 究竟1月8日怎么样了 那我就不是说 那么害怕的 这个看法 因为我们用个立春白字去看 当然 即使1月8日 我们还是在任人年的 最后一个月 丑月 那么 任人言呢 我们的立春白字 其实来说 就叫重杀格的 即是杀 杀旺 病毒横行就一定了 那你既然重杀 即是说 叫做躺平 即是重了它 就像现在那样伏偿 那其实大势所趋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反而来说 就是有些好处的 就是对经济各方面 都有好处的 那你说 会不会影响到香港呢 因为我们香港本身有个挂 那个挂本身就是在中国的东南方 顺挂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相信就不是这么严重的 但是你说 中国大陆里面 好像有很多人死的 好像殯儀本排了长龙 火化的情况 那么这种情形 就不会影响到香港 我相信 不会影响到香港的 就是这么不幸的事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始终来说 你打针的人都多 还有我们染疫的人都多 我们自然屏障 会比较好一些 那么你过去三年呢 中国大陆就好像 打针的人都很少 是 它封关封得很重要 那么封城 这样呢 就很多人都没试过 接触到这个病毒 可能 可能 问题会大一点 我觉得 所以大家会害怕一点 是的 会大一点 但是又这么说 大家现在就好像交换 是吧 真的想着 喂 我们不要紧要的 我们就开放 那么就 擁抱我们的大中华 是吧 那么 希望换来 经济好些 那么 那立春八字 有没有一些提示给我们呢 他既然是重杀 亦是突然之间 有那么多有病毒的人 就是 他是 大陆那里 很多人种病毒的嘛 就是杀王 是不是 如果我们大家 相互去通关的话 那个经济会是好的 我相信 会有好处的 对于香港有好处的 在经济上 是 就是 不会突然之间 又说冲下来卖楼 又说会影响到 经济很差 是的 因为有很多财经专家 说 分钟来说 是大陆人 那些业主来来香港卖楼 会整理楼市 我相信就不会 有听过 有听过 是的 但是我知道 有些可能从事保险的朋友 哇 他们就已经 就是 买保险 可以 磨砺还是把刀 就是这样 所以 这个1月8日 到底 会是怎样呢 经济会好的 也不需要太担心 会是连累到的病毒 是的 所以不用太担心 希望会越来越好 是吧 因为始终我们这个 疫情影响了很久 很多人 也很不开心 无论经济 疫情 又或者可能 心 希望有些好消息 嗯 OK 下一集 我们继续有请教育佩夫师傅 拜拜